中央社记者许志为台北三日电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今天表示,松山机场 检疫战日前从气质箱收集到猪肉前制品,经过检测确认,变出两例非洲猪瘟病毒基因 中国大陆去年8月爆发非洲猪瘟后,台湾边境防疫进入警戒,政府也计 出重罚,违规者若为当场缴清新台币20万元罚还将遭拒绝入境 防检局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基隆分局松山机场检疫战分别于1月23日及24日从气 志向收集到猪肉前制品,其中一件为中国大陆江苏省生产,另一件则为标示生产地 防检局指出,这两件样本于1月31日寄达序位所,经序位所检测在京定区确认 基因片段序列与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病毒株基因片段相似度达 100%,显示旅客自中国大陆携带猪肉产品回国,传播非洲猪瘟的风险极高 这也是至今检出非洲猪瘟第19例及第20例阳性案例 防检局表示,春节假期边境检疫仍不松懈 防检局除了增派人力配合官务署 防检局执行来自高风险地区旅客首提行李检查 序位所也持续 检验边境采集的样品,也再次提醒 春节期间出国旅游返国或来台探亲 都不要违规携带肉皮入境,以免受罚,也可避免引入疫病风险 编辑,管中为10800203